榨菜 这个是儿菜 前两天我妈把它切出来用盐 腌制着 然后放在舌皮壳里面 然后再用一个舌头把它压着 大部分的水榨出来 然后现在把它洗一下 洗了之后把它晾着拌干 然后再拌一点调料 盐呀辣椒之类的 然后就装蛋 要洗凉面干吗 有个奶拔中 太炸 不炸 不炸 炸一炸 炸一炸 炸干点 它要炸 又没在车了 我的味的 有时候头发还有点神味渣了 然后进去再盐一下 好吃 有个神味 来到了我们的菜园子 这里面的菜大部分都已经砍完了 就在这两天砍完了 那些菜砍了拿去做榨菜 然后做盐菜 然后前几天还做了泡菜 现在来扯一点这个葱 大葱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大葱 这个葱拿来炒的非常好吃 炒肥过热 在里面加一点红椒或者是豆腐干 炒出来就特别的香 来看一下油菜花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母发热 豆腐干 现在把五花酥洗一下 放进锅里来焯水 拿一点料酒 端了 这个榨菜已经洗了两遍 然后再继续炸 拿出去 继续用石板把它压出 把里面的水分压出来 吸过来 这个贴头头 哎呦 哎呦 砍了怎么会消一头 哎呦 哇塞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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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水就炸出来了 炸菜炸菜 就是这样的 现在来把葱切出来 把杆和叶分开 斜刀切成小段 斜刀切成小段 再来少切几个蒜苗 这个里面加点蒜苗吃的比较香 豆腐干 豆腐干 这次买的是这个厚豆腐干 一分为二 五发热已经煮好了 用冷水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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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表面的浮沫冻掉 然后看一下上面有没有毛 有毛了 用夹子把这个毛夹掉 好了 这个上面的毛已经夹干净了 现在来把这个五发热切成片 行了 这里的五发热是两斤多 今天炒回一斤多就行了 稍微切一点点姜片 锅里倒一点点油 五发热下锅 把油变出来 好了 出锅 把肉铲出来 油留在锅里 来两勺豆瓣酱 来几盒豆豉 香 豆瓣酱炒出红油后 下热 来一点冰糖 生抽酱油 老豆酱油 少来一点点料酒 大葱 蒜苗 豆腐干 稍微炒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一切都完了 一切都完了 老师妹下手太重了 对不起 大葱再撒下什么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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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拌 葱 鸡 菜 大葱 炒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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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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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挖不齿了 那我们老同志